欢迎回到一南一旅,旅行的旅 这一条片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巴拿马运河 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视频很多,但质量参差 有些人去玩巴拿马运河,说不外如是 更有人甚至去了也不知看些什么 只知道有好个很大的河闸 但惯例拍照打打,到此一游 这条影片以多个不同的角度 去讲述巴拿马运河,并解答几个常见的问题 巴拿马运河有些什么好看 用那个角度去看,运河收费多少,可以容纳多大的船 本片我们用了ChatGPT,智能工具去编写解说 以及用电脑读出,希望大家提供意见,好让我们改善 首先聊聊以什么角度去看巴拿马运河 如果喜欢看赛车的,会坐在看台上或者站在赛道旁 陆地旅行团或自家游就是从这角度去欣赏 如果热爱赛车,那会亲身开车 最低限度要坐在车内面看,这条片就以车内的角度往外看 从太平洋穿过巴拿马运河,时往大西洋,贯穿整个运河,亲历其境 即使在看台上欣赏,巴拿马运河也有许多令人惊奇的景点可供探索 包括米拉·弗洛雷斯·米瑞格斯·罗克斯 这是巴拿马运河上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提供了一个看运河船只通过锁闸的绝佳机会 这个船闸非常靠近游客中心,参加陆地旅行团或者自驾游 都会在这里近距离欣赏船闸 巴拿马运河博物馆Panama Canal Museum也是一个好去处 博物馆致力于介绍巴拿马运河历史和文化 展示了各种关于运河的艺术品和文物 虽然乘坐运河观光船或游轮不能进去博物馆 但是一个观看巴拿马运河的最佳方式 有条件的话要挑有露台的房间 这样可以更近地欣赏运河的景色 观察运河的运作 畅游加通湖Greven Lake就是一例 加通湖是巴拿马运河上最大的人工湖泊 从陆地上只看到湖的一角 如果坐船就可以畅游整个加通湖 回来第一个问题 去巴拿马运河有什么好看 这条片本身就详细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一边看一边分析 首先我们要知道有多少个环节 从太平洋往东行 通过巴拿马运河涉及六个环节 而最令人兴奋感就是第三个 第一环节是抵达 一艘船抵达运河入口 必须提前向巴拿马当局清关和付费 游客虽然看不到清关的过程 但可以看到游轮泊在海边等候的情景 以及靠近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上的美洲大桥Bridge of America 我来的时候不知道这条桥大名鼎鼎 它是连接南北美洲之间的三条大桥之一 在1962年大桥落成 当时坐价2000万美金 在世纪大桥通车之前 是跨越巴拿马运河的唯一的大桥 第二个环节是等候进入运河河道 也就说船只从茫茫大海时进船闸 现在我们看到旧石游轮在闸口前面排队的情况 这个环节可能超过一小时 似乎当时有多繁忙 有部分游客因为等得太久 在这个对观赏运河失去兴趣 其实在这个环节 最好的观赏位置是在船头 反而我离远看到船闸的时候 感到很兴奋 希望能尽快一睹里面的庐山面目 这段时间也是最多乘客涌向船头的时候 一位难求啊 我拍摄这段视频的时候 要站在一张椅上 镜头才能可以穿过人群 拍到现在的风景 这个时候邮轮上的工作人员 会介绍巴拿马运河历史 说它是全球第三场 被认为最先进的商业运河 也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壮举 巴拿马运河的建设始于1907年 七年后完工 运河的长度约为81公里 是一条在横贯巴拿马国内的运输干道 串连接通了大西洋和太平洋 第三环节是船只上升 这是整个过程最精彩的地方 船只将分三次生从海平面至加通湖的水面 有人以为它不过是连接两大洋的一个平面人工水道 其实巴拿马运河是一个海拔26米高 名叫加通的人工湖 加上六个合闸的立体通道 换句话说 船只要从一个海洋爬升到湖面 然后穿过加通湖 降落到另一个海洋 我们将在三个位置去欣赏一个过程 之前我说在船头上站在一张以上守候 等待邮轮慢慢驶进第一个船闸 站在这搜十万吨的邮轮 入闸后向爬楼梯地设计而上 缓慢的一点一点地上升 平补缓远近 远望前面还有两个船闸 深刻体会到欲速不达的道理 接着来到船的中间位置 我们这次有幸入住船中间的路台房 看住身边的景物慢慢调思理地移动 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也感到时过境迁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巴拿马运河游客中心看台 如果参加旅行团或者自驾游 就会在这栋大厦的看台去观赏运河和来往的船只 坐邮轮的就回望他们 向他的挥手 在镜头的帮助下可以清楚看到游客中心里面的人物 在游轮上居高临下 还可以清晰看到运河旁边的各种设施 大楼停车场以及储水河道 花满西元月满池 升歌摇夜化船仪高平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感受 第三个位置就是在船尾 这个位置不仅仅是观看 重要的是感受 感受一下置身在船闸之中 水涨船高 随着河水流入船闸 将船身提升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通过其中一个船闸情况 近距离看住船闸慢慢关上 这个V型水闸门背后有个故事 据说是意大利仁达芬奇一百多年前的意念 能够利用水压锁时 完美秘锁 省时省力 能够拍摄到这个镜头 令我们有触手可及的体验 要谢谢我太太的提议 我们来到船尾的餐厅用餐 一边午餐一边欣赏 边吃边看 第四个环节是穿越运河 游轮继续驶过运河最窄的盖拉德切口 开网配德罗米格尔水闸和米拉弗洛雷斯水闸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之前提到的世纪大桥 对比之前的美洲大桥 世纪大桥设计心 跨度大 大桥全长一千多米 主桥设计为独柱式双塔中央单锁斜拉桥 主跨420米 是西半球主跨最长的中央单锁双塔拉桥 严柱运河航行 可以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从都市的繁忙到大自然的宁静 既保览周围美丽景色 也欣赏邮轮工作人员操作的精准 沿岸的野生动植物和热带雨林 故事带来惊喜 现在镜头所见就是当时有两只美花鹿在山边嬉戏玩耍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就是前面四个环节的总结 第五环节是下降 穿过巴拿马运河之后 游轮到达大西洋边 从海拔26米的加通湖 降低至大西洋水面 游轮在运河下降的方法是通过使用锁闸系统 将船只与锁闸中的水平面保持平衡 然后慢慢降低锁闸的水位 锁闸法是运河的主要运作方式 船只在每个锁闸中等待 直到锁闸的水位被调整到下一个闸门水位 船只才能通过锁闸进入下一个船闸 船进了船闸 后面的闸门都关上了 然后船进入下一组船闸 重复该过程 将船降回海平面 位于巴拿马运河大西洋 一侧由三个独立的船闸组成 分别是上、中、下加通船闸 这些船闸协同工作 将船只从加通湖水位降低到海平面 常沿道人往高处 水往低流 虽然说游轮下降和上升都是一种差不多的体验 但高峰过后 加上整个上午东奔西跑 下午难免疲雷 这时候最合适开一支红酒 或泡一壶好茶 安闲自在 静观莫茶 游轮一旦船到达运河的另一边 它就会继续失往大西洋 这时候就是第六个环节 是向运河说再见的时候 经过十多小时的航行 游轮已经从太平洋一端穿过巴拿马运河 失往大西洋 关河冷落 残照当楼就是这个环节的写照 游览巴拿马运河之所以有趣 是因为它提供了穿越两大洋的体验 如果游览黄河或者长江都令人兴奋 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雨更令人眉飞色舞 同时巴拿马运河也是一个奇迹 有大型船闸河水坝 将船只提升到加通湖的水平面 然后再将它们降低到另一边的海平面 总的来说 巴拿马运河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标 让人们得以一窥世界的航海历史上的伟大工程 对于穿越它的人来说 更是一次有趣而难忘的经历 解释过六个环节 现在解答几个常见的问题 究竟这条运河怎样建成呢 修建运河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6世纪 但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着手建造 法国人于1880年开始修建运河 但他们的努力受到疾病 工程问题和成本超支的阻碍 该项目九年后被放弃 24年后美国接管了该工程 并于十年里建成了运河 有这么难吗 建造巴拿马运河之所以困难 有以下几个原因 地理 运河穿过茂密的丛林 地形崎岖不平 这使得清理土地和建造运河具有挑战性 气候 该地区以暴雨和高湿度著称 这使得工人们难以修建运河和维护设备 疾病 热带气候也有利于黄热病和瘧疾等疾病的传播 给工人造成重大生命损失 工程挑战 在巴拿马地匣修建一条运河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之时 包括开挖一条大运河 建造升降船只的船渣 以及建造水坝和水库系统来调节水位 成本 运河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需要大量的资金 人力和资源 使其成为当时最具挑战性的工程项目之一 说到前一定要说一下运河收取的费用 普通轮船请看画面上的价格表 邮轮的过境费用从十多万到四十多万美元不等 实乎吨位 我们乘坐的邮轮过境费二十万上下 平均每个乘客一百美元 这是为什么行经巴拿马运河邮轮的码头和税项特别高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贵也要走运河呢 因为它为行经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船只提供了一条更短 更安全的航线 减少了航程距离和船只穿越两大洋所需的时间 如果不走巴拿马运河 那要绕到南美河恩角Kate Horn 那要多走一万五千公里 大概多花两个星期的时间 让我们看看运河的容量 巴拿马运河的长度约为八十一公里 宽约为三百零四米 最深处约为十二点五米 船闸宽大约三十三米 船闸设计用于容纳各种尺寸的船只 从小型游艇到大型货船 船闸的宽度对美国海军有重要的影响 美国海军除了控制巴拿马运河 还将三十二米作为战舰设计宽度的重要参数 许多美国海军的战舰和潜艇尺寸过大 在运河完成扩宽之前 需要绕到航行 这一集的巴拿马运河内外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踊跃留言 告诉我们您是否喜欢智能工具 TrackGPT的解说和电脑配音 如果大家认为可以接受 我们会更多的使用这个工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